作为一位门外汉 蔡衍明进军媒体行业 迎来了诸多的议论 有人说啊 作为一个食品行业的老板 蔡衍明是成功的 作为两岸经贸交流的实践促进者 他也是成功的 那么雷线姐 您认为作为一个媒体行业的老板 蔡衍明成功吗 你刚才前面的两个成功呢 跟他在媒体业所受到的屈辱比起来 可能会有人认为是不成功 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去看看的话 作为一个媒体的老板 他做了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一呢 他稳住了在民进党执政之后 对于国民党强烈打压之下 必须要转身的三中问题 也就是中时中天以及中式 在民进党的坚决处理之下呢 必须要有人能够接手这三个媒体 才能够让他的媒体的从业人员 能够继续的发挥他们在岗位上的专业 而如果没有足够的财力 如果没有足够的肩膀 任何人来接了三中 可能很快也会草草了事 最后是收场做节 所以第一个 他稳住了中时中天中式的三个产业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间 他开创了两个新的产业 一个大家很熟悉的就是旺报 让台湾的老百姓更多的去了解 中国大陆的各个方方面面 第二个呢他开拓了一个周刊王 把由黎智英的一周刊带到台湾那个非常可怕的 山色星狗仔文化的杂志 用他比较强大的财力的支撑呢 把他打垮 所以一周刊现在已经退出了台湾市场 已经没有再继续的去污染 或者是继续去影响台湾山色星媒体的机会 同时他在尊重言论自由这个方面呢 也有一个指标性的地位 因为大家都知道台湾现在的媒体已经是全绿 那么虽然我们平常只说三明治 就是三个三立民事以及自由时报 这个三个媒体 但是其他的媒体 尤其是在新闻言论尺度上面呢 也会看一下政治风向 所以只要是跟民进党类似的这些政治风向 去报道的就很多 而在另外一方呢 几乎你能够看到的就只剩下 中时中天 中时电子报和旺报这个集团 他们所代表的是另外一种报业的传统 那在这个地方 就是他们的存在跟现在的坚持 就是一种成功 今天如果没有旺中这个集团 就是中时中天 中四这个集团的话 那台湾就只剩下民进党很喜欢听 或者是有一点喜欢听 或者是虽不喜欢听也可以接受的那些言论 那就不再会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地方 所以在这一点它也是成功的 最后我想讲旺中这个整个的集团里面呢 它最大的一个贡献是在有这么多的假新闻 以及在社群媒体上面很多擦枪走火 很多年轻人因为彼此的误解而产生了仇视的这种状态 这个集团仍旧能够做一个善意的桥梁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是它最重要的成功 未来我们往回头看 或许这个集团会被民进党卡死 或者是它的版图会逐渐的缩小 因为民进党不给它生存的空间 但是它这段时间的积极跟努力 在两岸的善意上面所做的基本的贡献 一定会受到历史的肯定 继续